! 嗨!各位母技古典月开的粉丝片我们大家好 我是母技副总编辑林世瑶 又到了我们这个月早餐汇报的特别篇了 这个月特别篇要介绍什么呢? 是介绍一场非常有趣 有点奇妙的音乐会 那我们先来欢迎音乐会的主角 钢琴家严俊杰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严俊杰 那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呢非常的好玩哦 叫做艾妹 可是这个艾妹呢 她的妹又是鬼妹的妹 这个音乐会到底是怎样产生然后发响的呢? 先请严俊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这次音乐会呢就是我的钢琴读咒会 那这次将会在原文剧场10月18、19、56日 和台中的歌剧院的巨人系列11月1号、2号演出哦 这次除了我的钢琴读咒会呢 还邀请到将来一家导演一起来做这场演出 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演唱会好多的声光效果 大家都看得非常的嗨 为什么古典音乐会不能这样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做一场古典的钢琴读咒会 然后用最难的曲子 所以我其实就是把自己逼死 我要练得非常多 这些曲子都非常的好听 而且每一首都是有一个故事在后面 所有的演出曲子都跟鬼妹和得不到的爱情有关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这次选的曲子 都有一个诗作配合 就是本身的这个曲子在写作的当下 就已经有一个诗 等于说是以这个诗为发响所做的曲子 所以这场音乐会除了我的钢琴读咒会之外 每一首曲子之前 张姐都会先说一段戏给我们听 在我演出的当下 这个戏就还会通过舞台和同音的呈现 给大家来看吧 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海报上 就会发现 它有一个小小的副标是 张爱嘉宇严俊杰的音乐鬼故事 听起来有点可怕 不过其实我们请姚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这个音乐里的鬼故事 这个鬼是存在哪 每一首曲子里面都有鬼 但是这个鬼呢 不是真的可怕的鬼 在这场音乐会里面 鬼通常是可爱的鬼 是希望变成人的鬼 有点像欠你幽魂的感觉 所以音乐会才会叫做暧昧 这次演出的曲目像是 《仲夏夜之梦》 《阿哈迈诺夫改编》 《门的松管弦乐版》 这个其实非常难 钢琴也变成这个乐团 《仲夏夜之梦》里面就有很多的精灵 像是帕克啦 或者是欧巴罗国王啊等等 这个是可爱的鬼 好玩的 恶作剧的鬼 接下来 高威尔的《艾斯加斯巴工人》 是钢琴最难的曲目之一 那里面呢 也有各种不同的异象 有三首诗 第一首是水腰 就是在讲这个雨点里面的灵魂 歌唱着他希望得到人类的爱情 最后被回绝 所以这整个钢琴 一开始就是要描述一种在下雨的氛围 然后在雨中好像这个雨开始歌唱 但是这个歌唱好像不是真的听到 而是在内心中被听到的就是像一场梦一样 在讲不管是妖还是精灵还是鬼 这个形象他希望体验到得到爱情的这种感觉 下半场正少的骷髅之五在讲的就是 例如大家有看过007 有一个在讲死灵结的 或者是Coco夜总会 很多骷髅在跳舞 那其实最后恰致在赞颂死亡与平等是非常伟大的 比如说我可能过了很辉煌的一生 但是人最后总是要走入死亡的 所以在死亡前面大家都是平等 还有佩托拉克的14行诗讲的是 佩托拉克他在教堂里面惊鸿一批的这位女性 从此就真深的迷恋上他写了好几百首诗 这样子 比如说他就是看过一面是吗 好像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一个恐怖情人 看过一面就写了几百首诗要送给这个人 所以这个曲子里面有三首诗 也是李斯特他所做的曲子 一开始写的是歌曲 后来才改变成钢琴 那里面讲的也是像是不对的时间 或者是他心理状态非常的矛盾 像在冰里又像在火里 很有意思 最后就是这个鬼新娘 李斯特写的雷諾尔 所以这整个故事就是各种各样的鬼 不过听说鬼新娘好像演出的方式会跟前面不太一样是吗 对前面这几首都是张姐先说戏 然后我弹 最后这首李斯特写给是钢琴和拉松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所以张姐会跟我的演奏一起说戏 一起表演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同时进行的 我也很期待到张姐会怎么样去演出 因为她一个人要饰演好多个角色 在这个鬼新娘里面她有演女儿 也就是后来的新娘 还有演妈妈 还要演战争中不见的丈夫 后来回来的丈夫 或许还有其他的角色 大家来先不要爆雷 对 这一次所有的故事都是在晚上发生 所以我们英文的副标题叫 Before the sunrise 这个是张姐想到的idea 因为她觉得一切都是在黎明之前 我们中文的标题就是暧昧 当然这个暧昧不是很单纯的暧昧 而是鬼魅的魅 再讲得不到的爱情 还有妖怪想要变成人 或者是想要体验爱情的这种渴望 听起来应该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音乐会 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不是只有听 你还有看 而且你还有感受到那个戏剧的张力 听说这次已经录好CD了 所以它是包含那个诗歌朗诵的吗 诗歌朗诵 就是朗诵啦 对很像那个白日衣山季 这次我们会有环球产品发行 所以在10月18的演出也会是这个CD的发表会 这个CD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因为夜之家18算是钢琴中经典的经典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把它录制起来 然后又由张爱家导演来念所有经典的诗 所以CD里面是包含了诗的朗诵还有我的弹奏 还有我的弹奏 或者是像最后这个鬼心娘是朗诵和钢琴 或者是说戏是一起在进行的 而且张爱家导演所有的诗词都是变成中文化的版本 对这次所有的诗词都由教员铺反应 花了很大的功夫 这样观众可以去体验西方经典 直接用中文来呈现给大家 有家长问我说小孩子来看会不会害怕 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那么可怕 他比较多是在讲人性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演 像骷髅之舞里面骷髅在跳等等 我觉得唯一有比较善情的内容是在骷髅之舞这一段 但是呢我们的CD没有放进手裙子 所以要看善情一点的表演 请到现场才可以看得到 进了剧场就是一个奇幻空间 我们就来享受一下在里面之前 会发生什么样的曖昧故事 那就期待10月的18到20号 在台北的云门剧场 11月1号2号在台中的国家各剧院 可以在剧场里面见到大家 一起欣赏这个曖昧非常特别的音乐会 那母亲早安汇报特别片就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 拜拜 今天早安汇报特别片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麻烦帮忙按个赞 或是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我们自己早安汇报特别片 下次再见咯